同样是在苗栗 晶圆电子爆发的群聚感染 现幅启动了全公司7300个人都要进行快筛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进度 是已经筛减了1915个人 那么当中有5个人是呈现阳性反应 其中还有3个人是本国级的 只不过到现在感染源到底是哪里依旧还是不明朗 公司官网下就被民众留言灌爆 说公司赶快停工吧 大家都好担心 但是业者就是认为停工资势体大 目前是采取了分舱分流措施不停工 而且还强调生产线都有穿无尘服戴口罩 很安全 晶圆电公司前游车再来一车一车的员工 全部员工期间300人快筛进入第二天 他们分别来自新竹总部 铜锣厂和竹南厂 甚至还有员工从铜锣厂 骑了几十公里的机车来到竹南厂快筛 他就有安排那个你是什么时候的 是竹南厂的还是铜锣厂 不过员工质疑 公司要求刚下晚班的员工过来快筛 却又说只有阴心的员工才能进厂区 令员工无所适从 直到三号晚间十一点为止 晶圆电总计已经筛解一千九百一十五人 其中有五十一人呈现阳性反应 里头有三名本国籍员工 但公司目前没有停工 还宣导生产线穿无身符 戴口罩是安全的 结果官网粉专被民众留言灌爆 现在还要求做三休一 为什么不分流 赶快停工才是保护员工 警官董事长强调 作业产线有分舱分流 但晶圆电确诊移工人数不断增加 而且目前还没找到感染源 其他员工光是前来筛检都提心吊胆 华日线文 黄首颖红年会 乌绍青 苗栗报导